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论斌看 股市论斌 好 那这个礼拜的一个台股 在连续三天强谈了700点之后 那我们看到在今天一开盘 哇 不得了 在短短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又大涨了155点 甚至于最高来到17201 直接突破了月线的一个反压 不过这段时间我也一直跟各位所提醒 我说目前当然台股 它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强谈 我们都乐于看到 但是我们也必须很客观的去说 以目前来讲 整个盘面的主客观的一个条件 整个大盘它并没有怎么样 它并没有V型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看到 尤其我们说过在面对着上涨 还有一条快速往下的月线 还有一条什么 还有一条G线 还有一条G线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本身如果除非了外资有连续的一个买超的一个动作 来弥补整个动能的不足 否则你看 在昨天强谈的过程里面 量反而是萎缩的 反而今天开高走低 它量又比昨天多了一点 那连续的一个价量背离 其实都不利于整个行情的一个走 就短线而言了 所以我说过 既然它没有一个V型反转的一个条件的话 那么当进入深水区之后 因为上涨有月线的反压 有G线的反压 甚至有过 这一戳了 这一戳了 有没有 这个看似一个头肩顶的 一个短期头肩顶的这个部位 有没有 你看这么大的一个量 你现在这么一点点的量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去做一个有效突破 至少在短时间之内 所以既然没有V型反转的条件 所以进入到深水区之后 就会转为怎么样 就会转为区间的一个震荡 从原本的反复彻底强谈之后 就变成是反复的一个打底 我想这个过去 对于大盘的看法 我们一直秉持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到目前为止 整个大盘也没有脱离 当时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一个预期 所以我想对于大盘的部分 我想也不花太多时间去说了 那重点在于 如果大盘在集团之后 接下来怎么样 它变成是一个 来回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我说过 既然大盘要来回震荡 你反映在盘面上面 你反映在盘面上面 它是不是怎么样 它是不是就是个股表现以外 它轮动的速度就会非常快 对于一个轮动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所谓的盘面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格局 我说过操作上当然 攻守进退的节奏 买点卖点的掌握 你要更加的弹性 你要更加的具备所谓的灵活度以外 最重要的既然是轮动 它会怎么样 盘面上电传经怎么样 它会轮动 大格局 大方向 对不对 电子传产金融 它会轮动 同样是电子股 同样是电子股 它本身怎么样 可能车用的 它会轮动 可能半导体 它会轮动 本身车用半导体 它们本身也在做轮动 甚至于在更小范围 同样是车用 同样是车用 包含二极体 包含导线架 包含电池 它会轮动 甚至于电池本身这么小的一个族群 它个股怎么样 也在做轮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节奏的一个掌握 就至关的一个重要 至于说 在这样轮动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叫做什么 叫做比价 叫做比价 既然要轮动 那么怎么样 你有人先涨上去了 后面涨幅相对落后 你的股价相对委屈的 你的价值被低估的 是不是就有比价向上的空间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轮动 因为涨高的股票 它要休息 喝杯水喘口气 相对低档的股票 它要比价向上 这就是轮动 我举个例子 来 今天有一档股票 在今天一开盘没多久 就直接攻上了涨停板 这档股票 4739的康普 有没有 好 那这档股票 今天攻上了涨停板 当然在盘中 它锁上涨停 来这段时间 也非常多的分析师 在讨论这档股票 但是我相信 这档股票 你只要有看我们节目的 你只要有跟随我们的脚步来操作的 我讲这档股票 你必然都知道 对不对 它是做什么 它是做车用电池 尤其怎么样 它跟美奇马 四七二一的美奇马怎么样 是同样性质 是同样题材 好 那重点来了 既然它跟美奇马 是同样性质 同样题材 那为什么换它涨停了 我们先来看 这是今天我给惠云的抠讯 4739康普 4739康普 果然出现比价效应 在美奇马开始修正之后 资金会陆续移入4739康普 会移入4739康普 那以上半年 EPS来看 康普 2.14 比美奇马的1.88 要高出超过一成以上 那换句话说 保守估计 保守估计全年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速度来看的话 全年至少也有 比美奇马的一个获利 要高出30% 有没有 那你以目前来看 既然股价 康普 会比美奇马更好 更高 那照说我们合理的推估 我的获利比你好 那我们又有同样的性质 又有同样的一个题材 那么理应怎么样 我的股价应该要比你高 这没有太大的意义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因为同样的题材 同样的效应 对不对 那我获利比你好 当然我的股价照说我要比你高 可是我们来看 美奇马 这一波最高曾经到哪里 曾经最高曾经来到139块半 对不对 可是你看今天 即便康普 即便康普 他在盘中创下了130块半的一个新高的一个位置 而且攻上了涨停板 可是你刚刚看到了 美奇马获利比他低一点 可是股价在139块半 这一波的最高点 有没有 可是今天康普创了新高 怎么样 结果呢 结果他的股价也不过就130出头 我照说我康普的一个股价 应该要比美奇马更高 结果呢 结果他的一个股价怎么样 反而比美奇马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美奇马已经从 美奇马不用我多讲了吧 来 这档股票 我们在8月12号 有没有 当时 来 美奇马 来再稍微的简单回忆一下 有没有 8月12号在哪里 在这里 8月12 那一天的美奇马的低点胜距还在87块 有没有 8字头 连90块都不到 后来一口气几奖几奖几奖 短短几天 我们来算一下好了 一天 从这天开始 对不对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八天 八天的时间 连两个礼拜都不到 居然股价涨到哪里 涨到了139块半 当然美奇马的大涨 除了车用的一个趋势明确 还有上半年的获利数字漂亮 七月银之后 角度漂亮的成绩单 它上涨当然有理 只不过你短线已经涨了多少 你从当时八字头九十块钱不到 一口气涨到将近140块钱 这一涨短短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不到的时间 已经大涨多少 大涨将近有60% 那再加上大家所有的川家名师权威 都在讲他有多好 有多好的多好的时候 我说当全市场都一起来共襄盛举 我当然是乐观其成 但是怎么样 你筹码一定乱 你筹码乱 你又累积了相当的涨幅 甚至于也有可能怎么样 会被分盘交易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说过 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就不跟他赌了 有没有 所以我们在八月二十号 就上个礼拜五 先大赚出清一半的持股 有没有大赚 你自己看 我们买在这里 买在这一天 有没有八月十二号 你看八月二十在哪里 八月二十当天已经创下新高 来到137块半 八字头的股票涨到137块半 你说有没有大赚 有大赚 我怎么样 我当然先出一半 这叫什么 就叫分段操作 接着下来八月二十三号 这是礼拜一有没有 哪一天继续再往上突破 来到138块有没有 只要短线上 我说过 不管你涨也好 跌也好 只要你短线 你有可能会进入整理 而且这个几率 是远远高过于 我可能能够赚到 继续能够大赚的一个几率的话 我当然就不跟你赌 对不对 我说过 至少 我承担的风险 你要至少比我能够获得的利润来得小 这样我去操作才有意思 如果我必须冒很大的风险 结果为了赚到一点点的银头小利 你怎么算也不够好 所以我怎么样 我全数获利出清 有没有 当时我说过了 获利出清 不是看坏后世 而是怎么样 而是贯彻跟落实 分段操作的 这样的一个纪律 好 那我们刚讲了 既然大盘接下来会开始轮动 那我们把美其马 全数获利出清之后 尤其美其马 又率先的创高 那你想嘛 聪明的各位 你第一个直觉会想到谁 接下来会轮到谁掌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轮到什么 就是轮到康普掌嘛 同样的题材 同样的效应 有没有 所以你已经累积了相当的涨幅之后 你获利了结 当然资金怎么样 会陆陆续续的导入到康普 就如同我刚刚告诉我们会员的 对不对 接下来的比较效应会出现 然后美其马开始修正资金 会移入4739的康普 那既然接下来知道 康普资金会开始红红这边移入的话 所以在他今天拉出涨停板之前怎么样 来我们先来看康普 很明显 很明显康普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比美其马要来的低很多很多 既然位置低很多很多 第一个是不是就具备了一个比价的效应 你再自己比较一下 对不对 这美其马 在康普 是不是很明显 两箱比较 康普就是有比较的空间 对不对 好 重点 在康普今天拉出涨停板之前 前面两天怎么样 有没有出现拉回 前面两天有没有出现拉回 有没有 那在今天涨停板创新高之前 你必须在前面两天 它拉回的时候 你要有所动作 对不对 而不是今天涨停板也在去追 所以你自己看 既然我们在8月23号 卖掉了美其马之后 全数获利出清之后 来你看 4739的康普 我们昨天再度大买 我告诉我的会员 车用电池是目前最强的趋势 在美其马大涨之后 4739的康普将会接棒演出 来 8月24号 是不是这两天 他拉回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一天 有没有 这一天都拉回的 那你看 今天涨上来之前 我们有没有在 他还没有发动之前 就事先把该部的局 给先布好 而这个为什么要去布局 这个就是我说的 轮动的一个概念 甚至于 我在前面两天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这些股票你应该都很熟悉 对不对 8255的蓬城 有没有 来 你告诉我 这档股票来 你有看节目的 我们来回做几次了 我们来回做几次了 你自己去数数看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要来回一直做一直做 为什么 因为车用的趋势 它非常明确 我一直告诉各位 我打从5月底 6月初我就告诉你 整个车用的概念 在欧美的解封 大家都要出门的 一个情况之下 对于行的需求 对于车用的需求 会大幅的提升 所以我们锁定的 就是车用 这个方向一直没有改变过 从5月底6月初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 即将要9月8月底了 你看 你看我的节目这么久了 我有摇摆不定吗 我是不是从5月底6月初 一直到现在8月底 即将要进入9月 我的方向跟趋势 我看的都是一致 我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在操作上面 我说又会有轮动的一个观念 所以怎么样 你要懂得分担操作 如此而已 所以对于红尘也是一样 我们来回 只要你要进入整理 我就先出一趟 回来再买 再拉高 回来再买 我们来来回来做了好几趟 最近这一次 有没有 我们在前天 也把蓬城 全数的获利出清 但是一样 在一个比较轮动的格局里面 你这个二集体 你在蓬城 你看 24号这天是不是创新高 你以这一段来讲 24号这天是不是创新高 创高243块 有没有 所以你既然有股票创了新高 是不是代表 如果它短线进入整理 你看国不其然 我们24号来 24号有没有 我们全数获利出清之后 你看 这两天有没有在涨 没有了 它是不是进入整理 那既然它进入整理了 原本停留在这个 车用二集体的资金 是不是开始会移转到 怎么样 其他的地方 其他有同性质 就跟美其马的资金 移转到康普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原本在蓬城的资金 当短线获利了结之后 它一样会移往同样性质 也是属于车用二集体 可是怎么样 位阶相对低的一个股票 所以今天你看 蓬城是整理的 可是另外一档股票怎么样 另外一档股票 它却是大涨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一档得为是什么 不就是会用二集体 来 这是我今天告诉会员 3675得为 是蓬城大赚出清之后 我们锁定的二集体的个股 营收数字 漂亮的七月 已经来到什么 来到1.7八亿 上半年美股大赚2.92 远高于去年 你看 这是不是又来了 其实我说过股票操作的道理 其实或许股票不一样 可是道理都是一样 我说你要去寻找 你要去掌握的是什么 如果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 都已经能够赚赢去年一整年了 那接下来下半年趋势又明确 甚至于七月营收一公布出来 因为下半年 七月营收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月份 所以如果说缴出来的成绩单 它又是一个新高也好 又是创下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的话 那告诉你什么 它下半年的接单的一个趋势 下半年的一个获利的成长性 还是十分的看好 那上半年都已经比去年大幅要成长 甚至于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 那接下来下半年又更好 那我请问各位 旁边这种股票如果不涨 要涨什么股票 今天如果你是业念 你是法人 你是外资 你要选股 你不买这种股票 我请问你 你要买什么股票 所以当然是这些股票要涨 美琪马美琪马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重况 你说刚刚的康普 康普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不管是二级体 二级体又更多了 对不对 强茂 台办 蓬城 是不是都有同样的 包含这档得微 有没有 所以你看 光是上半年已经赚赢去年全年 然后契约又创下了一个新高的位置 所以在轮动的格局里面 当然它就有比较的空间 所以在蓬城我们大赚获利出清之后 我们掌握的3675的得微 今天继续怎么样 再往上大涨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轮动的一个情况 甚至于什么 甚至于我们上个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什么 我们的活动 我说过 你只要 你只要 在我们的对话视窗里 是我们LINE也好 Telegram也好 是我们的一个视窗 是我们的一个家族朋友的话 你只要在对话视窗打加二 我们最新锁定的一档MCU的一个股票 对不对 你就能够同步的跟上我们的操作 跟会员一起操作 那这档股票怎么样 昨天涨停板 有没有 昨天涨停板 那为什么涨停板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个回来继续再聊 欢迎好者先生 我想在上个阶段 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提醒跟叮咛 我说目前大盘没有V型反转的条件 对不对 这个是我前面几天就讲了 所以果不其然今天开高走低 那既然没有V型反转的条件 可是怎么样 可是要破底的机会也不大 所以 所以就是来回的震荡 那既然来回的震荡的一个大盘 对应在盘面上面就是肋骨轮动 肋骨轮动 那肋骨轮动里面我说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叫做比价 叫做比价 因为怎么样 有人涨上去之后 接着下来 位阶低的就会比价向上 大家轮流涨 这就是轮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美其马大涨之后 今天轮到谁涨 今天轮到康普大涨 有没有 今天康普 创了波段的新高来到130块半 有没有 好 那除了康普跟美其马比价以外 我说过我们8255的蓬城 我们在前天8月24号 因为毕竟也累积了相当的涨幅 我们全数大涨获利出清 有没有 所以今天轮到谁涨 今天轮到 同样也是二集体的得为 今天持续的大涨 有没有 那除此之外 我说过了 我们在昨天带着所有 在上个礼拜五 礼拜六 甚至于这个礼拜天 你有打电话进来 不是打电话了 在我们的一个群组里面 打加二的所有的一个朋友 还有我们的会员 我们昨天买了这档股票 四开头的 有没有 什么MCU的股票 那我说为什么要买这档股票 其实讲出来也是比价 也是轮动 为什么 来 我说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了 因为这段时间 大家都在讲 新唐 有没有 昨天甚至于怎么样 创下了172块的 一个破断的一个新高 那我说他为什么大涨 MCU缺货 缺货就会涨价 对不对 而且这个一缺 可能缺到明年 可能缺到至少缺到年底 那缺货就会涨价 涨价营收 毛利 获利整个都上来 这个不用我再多讲 对不对 那重点 他这一波的低点 从127块一路涨到172块 光是短线短短的时间 已经涨了超过三成 接近35% 那当他准备要休息的时候 因为毕竟你再怎么样强 怎么样 你也要喝杯水喘口气 所以就跟美琪 我们要获利出清是一样的道理 他整理的时候 原本在新唐的资金会往哪里去 当然会往怎么样 跟他同样性质 同样题材 可是怎么样 未接比他低的股票 那我说这档股票怎么样 也是MCU 是不是跟他一模一样 对不对 而且这档股票 前面从96块一路修正到68块 昨天是整理过后反弹 就是这个转强的第一天 所以未接他一定比新唐要来的低 而且不止如此 我说你看你新唐 上半年赚3.07很棒 因为比去年大幅的成长 有没有 那如果说你上半年赚3.07 你股价能够涨到172块 那我说像这档股票 他上半年赚多少 他上半年赚2块半 对啦 是没有新唐3块钱来得多了 可是我也不过就是差你0.5 差你半毛钱而已 差你半块 就是5毛钱而已 那如果说我只差你5毛钱 结果你看 昨天他都还拉出涨停板 你看昨天的股价 也不过怎么样 就是76块7 新唐172 那我的获利也不过就差你5毛钱 一个2块半 一个3块钱 股价却差了整整100块 你认为这样有道理吗 你认为他没有被低估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时买这种股票 有轮动的效应又被低估 所以昨天一涨停 今天你看这档股票 一开盘 又涨了9% 又差一点涨停板 这个就是比价轮动的效应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 在接下来 因为下个礼拜就9月份了 在接下来的9月份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标股 比价轮动的标股会越来越多 会一档接着一档 尤其9月份 我说过重头戏 第三季的最后一个月份 业内法人怎么样 又要冲了 冲什么 冲绩 所以为了帮助各位 在接下来9月份的行情 能够标股不漏接 能够一路的发发发 所以我们特别帮各位规划的 这个98标股 直达年底的一个活动 什么叫做98标股 直达年底 就是9月份 我要带着各位 一路发发发 一档标股都不漏接 一直怎么样 带你赚到今年的年底 所以98标股 直到年底 到投资朋友多多利用 明天再会